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台积电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新厂,预期2025年第一季开始量产,先前有传言指出,生产良率相当良好,可媲美台湾南科厂区的水准,让外界增加许多信心。 晶片良率是衡量制造过程中生产出可用晶片的比率,这一指标是评估晶片制造效率的关键因素。 良率直接影响到晶片工厂的经济效益,因为它决定了从每片晶圆中能够生产出多少符合正式商用标准的晶片。 具体来说,台积电位于美国亚利桑那州工厂的早期晶片制造活动中,良率甚至比台湾的类似工厂高出4个百分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展。 因为良率的提高,意味着更多晶片可以达到商用标准,且能够帮助晶片工厂大幅降低生产成本,以及全面提升盈利能力。 这一突破性的成就,可谓是美国政府为重振美国本土的晶片制造业,以及推动晶片制造回流美国所做努力取得进展的重大标志。 台积电是辉达,AMD,博通,以及苹果公司等美国科技巨头的最核心晶片代工合作伙伴,可谓掌握着整个美国科技行业的几乎所有晶片产量。 美国国会于2022年通过晶片法案,在该法案支持下的晶片制造公司美国建厂补贴将包括拨出390亿美元的直接拨款,750亿美元的贷款和贷款担保,以及高达25%的税收抵免。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在持续数十年之久的晶片制造转移到韩国以及台湾之后,吸引晶片制造回流到美国。 尽管大部分资金已经分配,但其中只有一部分是板上钉钉,其中包括9月宣布的一笔小额赠款。 在台积电的补贴案例中,这笔资金将用于资助台积电,在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北部建造三座大型晶片制造工厂的超过650亿美元支出。 当晶片公司达到额外的目标时,将释放更多的资金支持。 据美国商务部称,该专案是有史以来晶片公司在国外新地点进行的最大规模外国直接投资。 据媒体报道,拜登政府的官员们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晶片制造商以及一些州政府纷纷要求他们尽快完成谈判并不复补贴。 有媒体报道,俄亥俄州、新墨西哥州、俄勒冈州和纽约州等四个州的专案符合晶片法案的资助条件。 这些州的商业团体在最近致拜登总统的一封信中,敦促B级拨付这笔资金。 其中三个州具有英特尔的大型晶片工厂建设专案,该公司执行长已表达了他对这一过程的失望。 英特尔正面临严峻的商业挑战,这使晶片法案的谈判变得复杂。 这家美国老牌的晶片制造商仍在研究合同的实质性条款, 其中包括如果公司剥离其制造业务或被部门或全部收购,会发生什么? 当选总统川普将于1月份重担白宫,这增加了这项努力的紧迫性。 虽然晶片公司们并不担心晶片法案将因川普施压而宣告终结, 毕竟该法案已经过参众两院批准, 但像英特尔、三星和美光等晶片制造巨头仍然渴望避免不得不与川普政府重新谈判条款的可能性。 晶片法案旨在刺激美国高阶制造业经济活动并维护国家安全, 该法案在两党的支持下在美国国会获得通过。 美国政府官员表示,最终协议不会在权力移交之前仓促达成, 并且将力争在加速达成后立即宣布。 推动晶片制造回流美国, 乃拜登刚上任开始就一直在极大力度推进的雄心壮志, 拜登本人将这一高阶制造业回流进程视为自己的杰出政治功绩。 根据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SIA的统计数据, 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能力中的份额, 已从1990年一度达到的37%下降到2020年的仅仅12%, 因此拜登将晶片制造回流美国作为任期内的最重要任务之一。 据了解,刚刚宣布胜选的川普近日猛烈批判晶片法案, 他表示,对外国的晶片制造商们征收关税比直接给予补贴更能振兴美国晶片制造业, 这引发了业界对川普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可能试图改变晶片法案初步协议的担忧。 这也给拜登以及其他白宫官员带来巨大压力, 拜登正寻求在离任前与这些晶片公司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 台积电亚利桑那州新厂作为其在任期间重要工绩, 先前预定在今年下半年开始量产, 由于工期延宕, 确定延后到明年第一季量产, 生产制程将为4nm, 至于第二季厂房则原先规划在2026年量产3nm制程, 但目前也后到2028年。 第三季厂房当前仍尚未底定是否将量产2nm或A16制程, 不过外传将渴望在2030年进入量产。 2022年台积电亚利桑那厂举办新厂一季典礼时, 拜登亲自前往参观场区, 美国企业界重要领袖, 如苹果执行长库克, 辉达执行长黄仁勋, GMD执行长苏兹峰等人, 都是典礼座上宾, 创办人张忠谋与时任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 现已接任董事长的时任总裁魏哲嘉君参与。 目前, 法人对于台积电明年上半年营运展望, 抱持保守态度, 原因主要为, 美国亚利桑大州新厂一旦量产, 将可能会拉低台积电毛利率表现, 关键在于人事及生产成本比台湾厂区高出许多, 不过随着量产时间增加, 预期生产状态将会逐步改善, 因此台积电明年整体营运仍渴望达到双位数成长动能。 另外, 市场日线传出, 美国新厂将在12月举行完工典礼, 外电与业界盛传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 董事长魏哲嘉和财务长黄仁昭将出席, 届时刚当选美国总统的川普, 以及现任总统拜登都会出席, 美国亚利桑那州州长KT Hobbs也会参加。 对此, 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近日出席台大96周年孝敬活动, 针对美国亚利桑那州新厂进度, 张忠谋表示, 听说状况十分良好, 但12月完工典礼是否延后, 他则表示没有Ceremony典礼, 且1月大概也没有。 或许是台积电创办人的一番表态, 让美国方面紧张万分, 仅仅一日之隔, 经过一系列繁琐的协议谈判, 以及美国国会审批流程, 拜登政府11月下旬终于敲定专项, 针对晶片代工之王台积电的晶片法案补贴措施, 这些资助台积电赴美建厂的高额补贴资金, 将于今年发放到位。 这一最新进展标志着, 拜登政府雄心勃勃的晶片, 制造回流美国宏伟蓝图达到重要里程碑。 美国商务部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作为合同协议的重要部分, 台积电将获得66亿美元的直接拨款补贴。 尽管这一金额在今年早些时候, 作为初步协议的一部分被媒体披露, 但该协议现在具有法律层面的约束力, 使台积电成为第一个达到这一最终落地阶段的美国晶片法案补贴。 除了获得66亿美元的直接拨款补贴, 美国政府官员表示, 这家来自台湾的晶片制造商, 还获得高达50亿美元的分阶段特殊贷款, 由于已经达到了一些所需的重要基准, 因此台积电今年将获得至少10亿美元的贷款发放。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在新闻发表会上表示, 与台积电的赴美建厂补贴协议最终敲顶, 将确保最尖端的晶片制造重弹美国本土, 从而将关键能力留在美国。 这是全球最抢手的尖端技术之一。 他表示, 对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而言, 其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根据媒体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的讯息, 未来几周内将敲定更多的补贴协议, 涉及英特尔、三星、SK海力士以及美光等众多晶片制造巨头们, 这将巩固该国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高阶制造产业政策之一, 也是即将离任的拜登政府的一项标志性的立法。 总体来看, 美国国会在2022年通过的晶片与科学法案, 必争帮助晶片公司在美国建造更多的晶片工厂, 法案的最终目的则在于将美国再一次打造为晶片制造最强国, 加速实现美国政府所期望的晶片制造回流美国。 随着近期台积电在亚利桑纳州的美国第一座大型晶片工厂宣布, 该工厂的晶片良率取得重大突破, 且制成工艺为4奈米级别这一当前台积电的最高接工艺之一, 其先进程度仅次于3奈米级别, 晶片制造回流美国似乎不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 台积电在美国的第三座工厂, 未来可能聚效于2奈米以及以下更加先进制成。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